所以无论决则是什么样的 至少我们共同去 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是珍重的 是用心的 好吗 来 共同进入黄金六十秒 再给我自己会好 我已经不会再任性了 我吧 我其实没有太多要求 只不过吧 我俩有的时候会 是说不到一块都是去 所以说 我感觉我们没有必要在一起 我压力非常大 好 时间到 回去冷静一下吧 再想一下 请回吧 两位 请回 最好的状态就是舒服 两个人合适 在一起呢 怎么都觉得不累 而如果你们的恋情 感到很累了 很不舒服了 那真的是亮起红灯的时候 不知道经过短暂的思考 两位最后是否 会选择分开呢 请开门 请开门 你没走呀 的 我只想你有我身体飛 只要你 这做 这来 两位请站这儿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呀 下来还勾勾人家下巴 不要是吧 我不想让她太伤心 然后毕竟我俩认识两年多了 然后 你看姑娘听这话不高兴啊 你让我一下子放弃舞蹈 这么短时间内 我也是不可能 一下子说放弃就放弃 然后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姑娘 我还想再给她一期 那你这样呗 那你在当着镜头 你正式介绍一下你女朋友呗 向全国观众 对 公开一下呀 我现在啊 我还是不能公开 你都上了电视了 还不能公开 你干脆跟她分手吧 你回去一趟吧 要不然 我还是深重考虑一下 真的 我其实不想让她太伤心 然后你说 你 已经伤心了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男生 收起你的慈悲 收起你假惺惺的善良 如果你真是有个性的人 你就应该离开 你明明知道不能给她将来 你银尔盗铃嘛 你节目都上了 嫁也吵了 谁都知道 你们俩在一块儿 当着所有人的妹 你还说 这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只是可怜一下她 怕她伤心而已 你的前台词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出来干嘛呢 大家都知道 你是你女朋友 你非在还不承认 她是你女朋友 这年头 谈个恋爱是谁可怜谁吗 两位 其实接下来 该是见证 你们浪漫的时刻 但是此刻 我们都觉得不浪漫 你们可以选择 一起离开 如果能做朋友 还做朋友 好 记住爱情永远不是慈悲 勇敢一点啊 两位 我们虽然年轻 但我们要友善的 对自己 对他人 都要付别人 一起走 一起走 离开现场了 对 姑娘 你接受吗 真的接受 我们给他们点勇气啊 都是两个好孩子 有真性情 也许不适合 未来会遇到 更适合你们的那个她 好吗 好 来吧 一起离开吧 来 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吧 不是谁都可以 上爱情保卫战舞台的 上了这个舞台 就得尊重两扇门的规矩 对啊 你的规矩就是出来 就是诚恳地 愿意继续走下去 如果你出来 只是可怜别人 而不是愿意诚恳地走下去 你得不到这个舞台的祝福 也得不到我们的舞台的祝福 所以你没有所谓的仪式 这个舞台不会给他见证 对 两位年轻的朋友 离开了现场 也许这是他们人生新的征程 不合适在一起 其实对任何一方 都是伤害 我们其实见证的是 他们的成长 这个成长也许 没有那么浪漫 但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 我都会给他 欢迎来 我们的名字